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Nikki 带你飞 在我昨天的直播第一点有提到了这一个天图的顶背里啊 2023年我有复盘了就是 每一次天图的顶背里出现之后呢都会有出现回调 我们先回顾昨天的直播 你就是说2013年哦 他之前呢就是有出现过两次的顶背里天图 那现在呢是出现的第三次的顶背里 好 回到来这个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我在昨天的直播就有提到了这个上涨趋势线是没有跌破的 那要跌破之后呢才会有出现这个大回调 我们回顾昨天的直播 那这个天图我们来看 他依然都还是在这个趋势线的上方啊 今天的收盘有跌破吧没有 没有跌破那我们拉这个菲伯纳奇从这一个 底部这个位置那我们拉到顶部 那你可以看他其实都还是在这个0.618的上方 好 所以如果说要在这个位置去做空 其实真的是不好空啊 这里 不好空 好 回到来 所以这个是第二点 那第三点我就有提到了 如果要做空呢 我是建议等他反弹了再去做空的 好 我们回顾昨天的直播 如果他真的撑住了 有反弹 只要他没有创出更高的新高 没有创出更高的新高 在这里依然还是可以去尝试找一个高空的机会 等他有这样的一个反弹 如果他没有创出更高的新高 在这里受阻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注意了 有可能他就开始走落 走这一个回调 就是下跌的一个走势 好 回到来 所以昨天的直播呢 其实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和紧急 主要提到了这三个很重要的点 那今天呢 这个比特币出现了一个大洋K 那接下来还会有出现这个回调吗 那我们马上去看 今天的日期是11月16号的1点49分 那我们打开这个MSCD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顶贝离 依然还是成立的 现在呢都还是有效的 那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 会不会走出一个双重顶贝离呢 现在是有这个顶贝离了 如果说要再出现一个双重顶贝离呢 就是他接下来 需要在这一个位置创出更高的新高 冲高 回落 收回来下方 那再形成这一个双重的一个顶贝离 而目前呢是还没有看到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可以去留意 会不会有走出这个双重顶贝离 所以目前的这个顶贝离 依然还是成立的 大家依然还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那出现了这个顶贝离 不一定就是会马上出现这个回调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特币 像我刚才也有讲的 就是这个上涨趋势线是很重要的 在我昨天的紧急直播 为什么要去做呢 就是因为他依然是收在这个趋势线的上方 没有跌破 那就代表了这个上涨还是很强势 所以为什么我就有建议 我们不如等他反弹了 再去找一个高空的机会 那这个反弹呢 没有想到是这么的强势 真的非常非常的强势 直接一根大洋K 接近了之前前高的这个主力区域了 接下来的比特币 如果有出现一个冲高回落收回来下方呢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空的 盈亏比的一个操作 那接下来会看向的就是这个趋势线的位置 那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他这个上涨的趋势线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势 那这个回调呢 你就可以去留意这个上涨趋势线 那现在如果说要出现大幅度的回调呢 他必须是要跌破 这个上涨趋势线回踩了 并没有回到去上方 那接下来才会有这个比较大的回调 那比较大的回调 我会看向的是这个趋势线 这个趋势线我在昨天就有提到了 就是每一次天图的顶背离成立之后呢 回调都会到这个位置就出现了这个反弹 所以我会去注意这个位置 那如果出现比较大的回调呢 到了这个位置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支撑 也是一个很好上涨的机会 所以出现了大回调呢 我会找机会去接这个多 毕竟这个周图上涨的走势呢 还是很强势的 而天图上涨的走势呢 也是很强势 那我依然在等待的就是一个大回调 去加仓过的多担 好这张单大家都有看过就是我在31600突破作多的 然后回调了就是有进行一次的加仓 现在进场的均价是在32796 而目前的这张单继续的拿着就是因为他没有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回调 让我去进行这个加仓 所以我会继续的拿着 直到有比较大的一个回调了 再进行这个加仓 然后再给大家知道 而目前呢 这个跌破回调才会是我目前会去加仓的 如果他没有跌破呢 我就会继续的拿着 那接下来的比特币你需要去注意的就是这个前高的主力 还有就是这个上涨趋势下的 这两个是我目前最关注的 因为有可能他会在这里去进行一个盘整 盘整走出这样的一个三角形 你看在这里是一个三角形 那如果说走出这样的一个三角形了 到了尾端就看如果他跌破 还是会有出现这个大回调的 如果突破呢 那我将会在这个盘整之后突破再去进一张单 所以当他在这个位置盘整 其实也是一个可以等待他出方向的一个操作机会 所以我们就要看这个市场的接下来会怎么样去走 我们来看四小时图 这个上涨趋势线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作为一个参考的 昨天的紧急直播主要就是要告诉大家他没有跌破 如果他跌破呢将会有出现这个回调吗 那没有跌破我就提到了等他反弹 我们找高空的机会 没有想到这个反弹是这么的强势 而我个人呢其实有在这个趋势线的位置去接的 但是我就是被这个插针给止损了 那后来呢也没有开回 如果说你是被损了之后收回去上方有开回了 那要恭喜你 在这个位置接到了这个多呢 这个盈利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那要恭喜你就是获得了这个上涨的这个盈利 我现在钱换到比特币一小时了 放大给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晰一些 他其实呢已经是正在挑战之前前高的这个位置了 如果今天是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冲高回落 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好去开空的一个机会了 就是在这一个位置 然后等他回调了 我们再去找一个接多的一个机会 来回的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去进行操作 就是这个就是他突破了的一个阻力 之前就是不破这个阻力区域呢就往下去跌了 那比特币在这一个趋势线获得了支撑 就出现了这个非常强势的一个反弹哦 这个是一个天图的大洋可以非常强势 所以接下来的比特币低风险哦 肯定是冲高回落 出现了一个做空的价格行为 再去接会比较低风险 那高风险呢就是这一个支撑区域 你可以去注意 如果说他是在这个位置跌破了 没有收回去上方了 那有可能接下来呢将会继续的往下去跌 那你就可以把握住这样的一个跌破 回踩的做空的一个机会 但是由于现在上涨非常的强势嘛 所以如果说做空呢是一个很高风险的一个操作 那高风险如果你是跌破做空呢 这个风险肯定更高 所以你要去非常谨慎注意你的这个仓位管理 那如果你是一个低风险的交易者 肯定是会建议你就是顺势而行 就是每一次等他回调了去找一个做多机会 最后我们打开比特币的15分钟图 在今天早上哦 他又走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上升蝎形 好给大家看 你看在这里 那这个蝎形呢其实就是一个反转信号 就是上涨到了这个位置 然后是受阻在这一个阻力跌破回踩了 没有收回去上方 其实在这个位置是非常不错的 去接空的一个位置 好在这一个位置去接空 你可以看这个盈亏比其实是不错的 止损在之前前高 而你的指引位呢 可以在这个支撑区域有一个1比2是不错的 那如果说接下来有出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回调到下方的支撑的话 都有一比5到一比10非常的不错 那如果说在这个位置没有接到 那你就可以去注意他会不会再次的挑战 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前高的主力区域了 如果有冲高回落 那你可以去找这个机会 再次回到比特币一小时图 所以你要去注意的就是这一个支撑 就是目前撑住在这一个位置的 那还有就是这一个上方的主力 然后还有就是这一个上涨的趋势线 如果说像我所讲的 就是如果他会在这一个位置去进行这一个盘整的话 其实这里的盈亏比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盈利空间是非常大的 你可以看这里的盈利空间有高达两千多点 所以是非常不错 只要是大概抓一个一千点 其实这个盈利都非常的漂亮了 那如果他真的在这里去盘的话 来来回回的去刷 直到他出一个方向 其实也是很不错 主要还是要看接下来的市场会怎么去走 还有就是只要不被消息面影响 其实都OK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户口 可以使用我的链接去注册 用很高的充值福利 新用户KYC充值100U就送你30U的这个陷阱了 你可以提现出来或是作为交易 那还有就是败币的抽奖活动到这个月尾 你都可以100%拿到奖金或奖励的 可以在影片的资讯栏去查看 那如果大家要加入我的会员群 可以点击这里加入 或是联系我的团队 这个是我们唯一的Telegram 还有就是要再次提醒大家点击这个社群 你可以看到马来西亚的这个线下活动 这个活动呢 这个月是最后一场了 接下来都没有免费的教学给大家了 好那我比特币分析就到这里了 记得帮我的影片点赞 大家可以看回我昨天的直播 那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这一些都不是投资建议 只是作为参考 拜拜